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Keynote讲者 陈生伟博士带来第一场的Keynote 人工智慧民主化在台湾 好 大家好 今天非常荣幸有机会来到学生计算机年会 来给大家做个分享 我也很惊讶发现其实已经第六年了 我叫陈生伟 我在中央研究院服务 我自己有一些身份 我在2014年创办台湾资料科学年会 同时是台湾资料会协会理事长 最近我们成立人工智慧科技基金会 最近可能有大家注意到说 我以兼任的方式 我现在担任玉山监控的科技长 最后会跟大家介绍 我们最近成立的一个计划 叫台湾人工智慧学校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自己呢 其实真的看到大家会觉得看到以前的自己 我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programmer 我十岁的时候开始写程式 那个时候是1986 那那个时候我还不会 我还没有学英文 所以我的指令像print 像这个 if land else 那完全就是我哥哥他写一个小抄写给我的 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那那个时候为什么我都在写游戏呢 因为我那时候没有钱买游戏 那时候没有free的游戏 所以只好自己写 那高中的时候我的偶像是Richard Garrett 他就是创世纪的作者 所以那个时候都在写这样子的游戏 那上大学之后我在清华之工念 大学跟硕士班 那个时候都是一直在写windows programming 还有写当年的BBS风桥驿站 然后写shareware 那大师开始在讲课 全部都是跟programming相关 然后后来有参加 带荷兰参加这个城市设计的竞赛 那我自己在2000年的时候出了两本书 就是Delphi 跟西家Builder 深入地线 这两个应该都已经消失了 所以大概有一定年纪的人 才会知道我在讲什么的语言 这个是用Pascal 写的 那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分享 所以基本上呢 那个时候的形式跟现在不同 我1996年成立这个Delphi Chat mailing list 就是那个时候要做技术分享 没有这样的forment 就是用mailing list来做 那2001年那个时候开始web比较红 所以是成立一个programmer深入论坛 那我自己什么时候碰接触大数据啊 资料分析啊这些技术呢 是2002年我在台大电纪念博士班的时候 那时候我非常非常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研究 不希望我的研究就是数学 因此呢 我就很希望可以找到真实世界的资料 来做分析 但是2002年的时候 根本没有大数据这个词 所以你跟公司说 诶 可不可以给我一些资料 那公司都会以为你要来偷他们的机密 所以呢我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是博士班一年级啊 完全没有什么人脉 所以我记得呢我是透过同学的妹妹的男朋友的主管 然后他非常的好心看到我非常可怜 他给了我20个小时的一个线上游戏叫神州online 宇峻奥丁这家公司 神州online这家公司 给了我20个小时的TCPIP的Trace 我分析了两年写了诗篇论文 然后就毕业了 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分析这一个20个小时的资料 为什么是20个小时 因为硬碟满了 从2006年博士班毕业加入众议院之后 我就陆续的在跟各个产业做合作 从制造业 电信业 社群网路 银行 中央地方政府 大家比较知道的是 我跟博克莱有合作 做他们的订单分析 跟优优卡公司有合作 做他们的行销 或者是载具的行为分析 在开始进入今天的技术内容之前 我先考答几个问题 这三张照片分别代表一个 曾经存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后来消失的职业 因为科技的改变而消失的职业 有没有人认得出来 如果认得出来的话 我这里有准备贴纸 我贴纸蛮可爱的啦 好 这个人在做什么 他在工作 下面这些人也在工作 那这个人在做什么 他的工作是什么 有没有人猜得出来 很难喔 OK 他在念 那个时候还没有留声机 所以他在念报纸给大家听 不然这些工作的人会太无聊 完全没有音乐可以听 好 这样大家比较理解了 这个人在做什么 Morning Call 太好了 好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等一下记得跟我领贴纸 我有一个很棒的贴纸叫做 叫做煞气的人工智慧 没错 那个时候闹钟还没有发明 所以呢 你要早起 你必须要付钱给他 那隔天早上会敲你的窗户 那这个年轻人呢 天线 对 侦测什么 飞机 对 没错 好 那个 这个时候呢 是飞机先发明 后来才有雷达 所以呢 飞机在天上飞 但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快到了 好 你必须要有个人 年轻人 而且只能用年轻人 耳力比较好 然后用这个放大器 去听飞机快到了没 用这三张照片呢 来echo一句话 叫做Change is the only constant 好 这是西元前五世纪的一句话 就是这个世界不停的在改变 你要不然你就主动改变去 去迎接它 那要不然你就会被改变 那最近这几年呢 科技最进步的这一块是什么 好 大家一定知道就是人工智慧 这张照片大家应该认识 2016年3月 李世时 这个代表人类首次被AI打得很惨 好 被AlphaGo打得很惨的那张照片 好 那这个时候的版本叫AlphaGo 后来经历了很多版本 大家应该知道AlphaGo Master AlphaGo Zero 然后最后一个版本叫AlphaZero 那AlphaZero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突破 怎么说呢 AlphaZero是它完全没有用到旗类的知识 它完全是用这个reinforced learning 这一支程式在不改程式嘛 一行不改程式的前提下 它可以同时精通 围棋 国际 象棋 以及降棋 这三种旗类 打败之前过去所有的人类以及AI 所以它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但是呢 但是千万不要太high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 它有两个非常强的条件 千万不要觉得从此以后 有AlphaZero这样的成功案例 从此以后我们就开始思考 我们接下来一辈子要做什么 因为所有事情的AI都帮我们做掉 当然不可能 第一个是 大某发现一件事 AI突破最快的 都在一个条件里面 在哪里 它是一个模拟器里面的重大突破 这些旗类 包括像德州扑克 全部都是有模拟器 全部都是一个 人类定出来的非常干净 非常漂亮的规则 所以我们可以写出模拟器 模拟器的重点就是 你同样的条件做两次 它就是会一模一样 做一百次它会一模一样 对不对 而且它没有记忆 它没有说 你刚刚这样消什么 它每一次之间 它是完全独立的 好 第二个是 它花了多少计算资源 如果 Alpha Zero 其实论文是有发表 所以有兴趣的可以去下载来看 你发现说 它用了五千颗 Google第一代的 TPU Tensorflow Processing Unit 那 TPU你买不到 因为是Google自己研发 它也没有卖 但是呢 这个有人说它equivalent 一颗TPU 大概可以相当于四颗NVIDIA的GPU NVIDIA一颗GPU呢 如果你包含CPU RAM 记忆体 就整套买起来 因为你不可能就拿一颗GPU 自己执行嘛 大概也好 我们说一颗市价十万块好了 好 那所以五千颗TPU 相当于两万颗GPU 那算起来 你要买这套设备 大概二十亿 好 好 那现在呢 最近两三个礼拜前的新闻 Google现在把TPU可以出租 好 你不见得要买 好 那TPU的出租的价钱是 一小时六点五美金 那这里 这里是执行三天 跑出这个AlphaG 那所以我帮大家算了一下 它差不多七千万元就可以租到了 OK 所以它其实也是很昂贵的计算 也是非常庞大的计算资源 好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 有了这个AlphaZero的成功之后 就什么事情都可以AI解 它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好 那今天呢 如果我们既然是学生计算机年会 我们当然就是要对技术有一定的掌握 那大家都说AI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说 AI背后的技术叫Deep Learning 你如果看这个Google Search Trend 你会发现说Deep Learning 每十二个月全球对它的关注一直在提升 基本上呢 当然产业的应用 社会 社会上我们大家都在看AI 但是事实上 如果我们是技术人的话 你一定要懂Deep Learning 好 因为Deep Learning 有Deep Learning 让我们有AI可以用 那你要知道什么是Deep Learning 你又一定要知道什么是Machine Learning 为什么 因为它太重要了 Deep Learning 是Machine Learning的其中一部分 其中一种 好 那Machine Learning的定义非常非常简单 一句话而已 它是一种演算法 它让电脑可以从经验里面学到规则 OK 从经验里面学到规则的演算法 例如说我们要判断 人讲了一段话是不是你好 如果你不懂Machine Learning 你只会写Programming 你就会想办法找到 用眼睛找到一些规则 反复的看 反复的听 找到一些规则 然后把规则写下来 好 那这个叫Hard Code 那Machine Learning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要去人工写规则 为什么 因为你用人工写 你就久了就一定会看到例外 一定会看到特例 好 事实上 太多太多的工作呢 我们没有办法用人工写出很漂亮的规则 好 例如说只是0到9 这样的辨识0到9 手写的0到9好了 你会发现很多人的7很像1 很多人的5很像6 我们看很容易 但是要写出规则很难 好 那有的工作当然就更难了 例如说你要分辨是小狗还是muffin 好 我们仔细看是看得出来的 但是你说你要用if, then, else 写出规则 谈何容易 对不对 你不能说 这个有这个颜色 有这个黑点 所以呢 因为这个Polenius Paradox 好 这个是1964年 有一个哲学家提出来的观察 我们人类呢 我们可以做很多事 但是我们讲不出来 例如说我们会吹口哨 你有办法描述你怎么吹口哨吗 很难 你很会游泳 你怎么描述你怎么游泳 你可以用讲的就可以让你旁边的人就会游吗 几乎不可能 几乎不可能 因为这个限制 所以我们发现 我们不能用if, then, else 交电脑 做很困难的判断 也就是因为这个限制 所以我们AI 虽然我们可以写 你可以写无限多个if, then, else 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用这个方式 让电脑变得很聪明 因此呢 machine learning就是希望可以突破这个限制 我们不要用讲的 因为我们基本上就讲不出来 我们让电脑自己去归纳 那machine learning就是一个这样的演算法 你必须给它资料 让它去归纳出规则 好,那我们看一下电脑归纳的规则 跟人类定出来的规则会有什么不同 例如说0到9 如果是人类定的规则 我如果要侦测9的话 正常的人类定出来的规则 一定是写一个很漂亮的 很标准的 很典型的9 然后你跟我越像 越好 而且跟别人不像 但你有发现 经过machine learning的演算法 定义出来的规则呢 它说我看这个圈就好了 它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这个圈呢 是别人都没有的特征 对不对 那第二个原因是 这个9下面这一个 这一个根呢 别人也有 7也有 1也有 4也有 所以呢你看它 你反而容易跟别人混淆 而且 9下面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数呢 每个人写9 有的人会写直的 有的人会写横的 所以呢 machine learning经过计算 它发现说 侦测9就是看这个圈 侦测7 就看这个勾 侦测8呢 我不要看右边这个 因为右边这一块 每个人写法不一样 它是经过很客观的 理性的计算 什么叫做它的特征 而且是同个类 这个特征是 跟别的类别不一样 而且在同个类别里面 要一样 那现在的machine learning的技术呢 又远比刚刚讲的这个 那些规则还复杂 例如说像deep learning deep learning的这个 演算法有一个特征就是 它找出来的规则是有层次的 是有layer的 所以你看到有规则的 你看到你的特征是有规则性 就是deep learning 找出来的规则 刚刚这个没有 这个是一层就做完的 这就是不是 不是deep learning 做出来的规则 像要做人脸辨识好了 我们想像人脸辨识 应该是找出你的两眼之间的距离 人中的高度 额头的高度等等 但是deep learning 不是这样做的 它是先找出你的脸上 有哪些不同程度 不同斜度的斜纹 这些不同斜度的斜纹呢 做非线性组合 可以组出不同的五官 这些五官做非线性组合 可以组出不同的脸型 这些脸型 在做非线性组合 可以组出每一张脸 那再回头来看全种 我就可以知道说 这张脸 是不是上次看过那一张脸 好 那事实证明 我们用这种方法的规则 比我们人类用直觉定出来的规则 怎么人中的高度 鼻子的大小 嘴唇的厚度准太多了 那这样的规则是人类写出来的 写得出来的吗 当然写不出来 它一定是算出来的 好 给大家一个例子 如果你今天打 你今天在Google打 你今天在Google打 这个Stanford Gate Deep Learning 好 它会出现一些新闻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新闻是什么呢 它说呢 Stanford的团队呢 利用三万五千张脸部影像 然后去train一个deep learning model 这个model呢 可以有81%的几率 可以判断一个男生是不是gay 74%的几率判断一个女生是lesbian 好 那它用的方法就是deep learning 所以 你问它它怎么判断的 那个团队没有办法告诉你 它充其量只能跟你讲说 哦 根据这个演算法 这个男生有点gay 因为这里这里跟这里 但是讲不出来为什么 然后这个女生有点lesbian 因为这里这里这里 这是deep learning的特色 例如说如果你问黄世杰 AlphaGo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下了这一步棋 它会告诉你 我不知道 好 deep learning的规则 因为它太过复杂 它不是if or else 所以我们看不懂 它充其量也只能告诉你说 哦 我可以取个平均 这个不是gay的男生平均这样 是gay的男生平均这样 类似像这样的图 它没有办法很准确地告诉你 那你从这里可以看到说 记者在给图的时候 他其实也不懂 所以呢 这张图就是标准的错误的引导 它这个演算法绝对不是这样判断 它绝对不是去算这个人中距离啊 什么鼻子高度 你觉得用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出来一个人是不是gay吗 不可能 所以这个是大家很典型很错误的理解 deep learning不是用这样的pattern 它是用非常复杂的pattern来侦测的 好 那machine learning有多么重要呢 你可以看一看一个数字 大家知道Moslow吗 IC的gay count 每两年会double 对不对 过去几十年来 一直在 Moslow一直还成立 那在archive上面 archive是一个public的发表论文的一个网站 上面的machine learning的paper呢 它成长的速度比Moslow还快一点点 每两年double 也就是说呢 基本上我们人类发明电脑 那电脑到目前为止都比较像是一个书童的角色 我们透过它整理工具交换资讯 交换资讯 整理资讯 但是最后的决策都是人台来做 那你要让电脑有任何决策的能力的话 你必须要看machine learning 这是为什么machine learning 这么重要 不管你现在是大学几年级 你只要未来是希望说 往软体设计 硬体设计 只要是往电脑的技术这边走 你一定要懂machine learning 那我们再看一下google这家科技公司 它怎么用deep learning这个技术 2014年第一季 这家六万人的公司 它有200个计划内部 有200个计划在用deep learning 到两年前2016年第一季 这家公司就有超过2000个计划 在用deep learning 那现在是2018年了 所以这个数字是远远远远远的超过 也就是说呢 你只要用google的产品 或者说google几乎说 几乎没有任何地方用不到deep learning 例如说 例如说如果你用google的inbox 如果你收到英文的信 你会发现它推荐你怎么回信 如果你用google map 它怎么知道说这个地方是什么路 几段几号 它是用deep learning来做 严格来讲是用deep learning 做出来的computer vision演算法 去判断说这些数字是什么数字 大概97%的正确率 以及说它看到路牌 这四张路牌 它会infer出这个路名 这两张路牌infer出这个路名 这基本上已经比的人还准了 那另外呢 像google photos 你有照片的话 我们当然都很希望可以知道 希望电脑自动整理我们的照片 对不对 那像这样的技术就是说 你给电脑一张照片作为input 它给你一句话作为output 像这张主 它说一个person riding the motorcycle on a third road 这个写的还不错 这张照片呢 它写说two dogs playing in the grass 这个我们就看得出来是电脑的output 为什么 因为任何有眼睛的人都知道这是三只狗 然后这个是说什么 一个戴粉红帽子的小女孩在吹泡泡 他把这个东西认成泡泡 大家知道 大家记不记得 其实google在2015年 2015年 其实就有上线这个演算法的简单版本 2015年6月呢 它有上一个简单版本 就是你上船它就会帮你分类 Skyscraper, airplane, car, bike, gorilla 所以当天就下架了 因为演算法嘛 演算法是用patent来认的 所以当然一定会出错 所以用这些例子来跟大家讲说 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 基本上是什么样的演算法呢 我们以数学来讲就是 大家数学一定学过function function可以take一些参数 放一些x得到y 对不对 那基本上呢 我们想要让电脑做事 其中一种方法呢 最常见的方法就是 我给你一段声音 你告诉我这段在讲什么话 我给你一个图片 你告诉我图片里面的文字 我给你一个棋盘的盘面 你告诉我下一步应该下哪里 基本上这就是一个function 那machine learning 跟deep learning呢 帮我们找到这个function OK 那接下来 就是这张图 今天如果你要知道 AI 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 它们的关系的话 就是把这张图懂了就好了 今天就没有白来了 好 好 这张图是这样子 最外面这一圈呢 叫AI 那AI定义是什么呢 叫做 所有 让 电脑有 类似 能够表现类似 人类智慧的技术 好 听起来非常 听起来非常精确的定义 事实上非常模糊 因为什么叫人类智慧 因为很多人明明就没有什么智慧 对 所以说有没有AI说真的有的时候也是看人讲 好 那要实现这种类似人类智慧的行为 这种决策这种能力的技术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写一大堆if then else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就叫 也可以叫knowledge based 也叫expert system 当然有一点 有一些 很多复杂的东西在里面 但是基本上就是 人类把规则写下来 好 这个我们现在叫做 传统的AI classical的AI traditional的AI 那进来这一层呢 就是说 machine learning呢 就是说不要人类讲写规则 是让电脑自动找规则 最简单的做法呢 就是用大家可能在统计学过linear regression logic regression 但它有个限制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在学校学过regression 你会发现说 我们就是 我们就拿s1 s2 s3 s4 顶多s5 顶多5个变数或10个变数下去做regression 它没有办法太高的维度 好 但是呢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遇到很多unstructured data 我们的维度都很高 例如说 一段声音10秒钟的录音档 它的维度多高 好 假设我们用很low的sample rate 好 我们听mp3 都是听256kHz的嘛 对不对 那如果我用很简单的 很低品质 我用8kHz 8kHz代表 一秒钟有8192个讯号 10秒钟就8192个讯号 等于你的function有8192个讯号 对吧 那你一句话的维度有多高 假设常见的英文字有3000个 我先不管顺序 那你就3000个维度 你有没有出现这个字 有或没有 那一个棋盘的盘面的维度有多高 19x19是361 对不对 那每一个点不是空的就是白的就是红 就是黑的 所以是3的361尺方 这么大的空间 好 所以维度很高 我们就没有办法用传统regration来做 我们就需要里面更advanced的方法 叫做representation learning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在这么高维度的资料里面 我帮你找到一些比较有效 比较compact的特征值 的feature 或叫representation 好 帮你来做对应 跟帮你把很高维度的x把它降为 跟y来做对应 那representation learning里面 目前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就叫deep learning 好 所以他们是这样的关系 所以为什么我说你懂deep learning 你要懂deep learning 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machine learning 好 它基本上都是在AI的范围里面 那基本上呢 deep learning就是这个neural networks 就是类神经网路 好 所以它其实一点都不神奇 好 这样这是一个最简单的 两个input的两个output的 两个hidden layer的类神经网路 你会发现说基本上 如果你这样子看 它就是一个large regression 这样看它就是一个large regression 好 是 所以基本上 deep neural networks 就是把large regression包起来 一个非常复杂 非常暴力 非常变态的large neural model 就是这样子而已 它并没有什么真的智慧在里面 好 如果今天你要做影像辨识 你就是把影像有256个pixel 把256个pixel丢进去 那你希望它判断0到9 你就给它10个output 分别代表0到9的几率 那让这个neural network model 让这个deep learning model 来处理中间的对应 但是因为它够暴力 够复杂 它就可以找到对应 有一个很有趣的网站 叫做tensor for all playground 它就是google的tensor for all 那个计划写的 基本上如果我用一个linear function 我要把这两群找到一个linear cut 找到一条直线把它cut 把它分群 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你怎么可能找到一条直线 但如果我用一个nonlinear function 这个re rule是一个nonlinear function 你就会发现说它因为 虽然它是直的 但它这里有经过一个nonlinear function 它就可以变形 它就可以做各种非先行组合 它很快就可以组合出你要 那我们再看一个更复杂的例子 例如说 你能不能用非先行组合组出 可以切割蓝色跟橘色的形状的方案呢 事实上是可以的 我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直接讲结论 结论就是你把它这个绳式加到满 它组得出来 你就可以看到这种很变态的nonlinear function的威力 你就给它跑 如果你 当然你这里记得要写nonlinear function 它这边就是在做training的过程 它一直wade资料给它 然后这个model一直在找规则 一直在找这个wade wade应该怎么组合比较好 它慢慢它就在组出这个pattern出来 也就是说不管你的现象有多复杂 真实世界的现象都是复杂的 透过这个很暴力的非先行模式型 它就可以找到s跟y的对应 OK 但你不可以用传统的 这里面就有你看到几个neuron 就是有几个louch regression 这个意思 那它有多少参数呢 它等于是2乘8加8乘7加7乘7加7乘8加8乘8加8乘8 大概300个参数这么多 传统regression会几个参数 这几个参数 那modern的这种computer vision的model 通常是1000万个参数 非常的暴力 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GPU 会需要快速的计算能力 这个程式蛮适合晚上睡不着的时候玩 看它慢慢跑那样子 好 那简单讲一下 现在因为deep learning的进步 所以做了很多 现在可以做到很多 除了说我们去做predict之外 像我们以前都觉得说我们应该predict一个值 一个time service走到这里 下一个值是什么 或者是说去做影像分类 它也是分类一个值 对不对 这一样是 这个 我们例如说一个我们可以做structure learning 就是说我们可以不是让它predict一个值 我们让它predict一些值 这些值之间是有结构的 所以我们叫structure learning 例如说你做object detection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它们分别是什么 那这个也一样 或者是说每一个点去做一个分类 那它就是sync decomposition 这个就是你可以想象这无人测一定会需要的 其中一个元件 那像autocoloring最近很红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基本上它就是说你可以给它一张 手绘的图稿 它帮你算出每个pixel的颜色 那例如说我希望它的这个衣服是蓝色 你当然也可以 怎么是黑色 你给我换一个model 那基本上就是像这样子的应用 或者是 这一篇paper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 你给它黑白的图 它给你彩色的图 其实乍看之下不可思议 事实上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暴力的 deep learning的应用 比如说你可以看它说 你给它一只黑白的鸡 它给你一只彩色的鸡 你给它一只黑白的狗 它给你一只彩色的狗 那原理是什么 其实原理如果你仔细看这个论文 非常简单 就是说你给它一张黑白的 那经过八层的conversion layer 那它会predict 这个313个颜色类别的几率 最后再把它取一个min 把它涂上去 它基本上原理就是说 因为有这个model 它里面可能有 我没有去算 也许就两三百万个参数 那你给它看二十万张 黑白跟彩色的对照图以后 它就会记得说 这个点 既如果旁边长这个样子 这个点应该是什么颜色 它就硬把它寄下来 透过它两三百万个参数 非常暴力 那你说它有智慧吗 没有 它就是印记 你给它看过很多图之后 它硬把它寄下来 看到黑白我就知道彩色 应该要涂什么颜色 这里有一些史无对症的照片 史无对症 没有颜色的照片 所以他们要涂一涂 你会发现说 其实也还没有那么完美 这个也没有涂得非常好 另外一种 要让大家知道 叫generated model 这个叫做深层式模型 也就是说你给它一对sample 它一样画葫芦 产生类似这个sample的其他图 也就是说这里面的图都不在这里面 都是新的 那这个是李鸿毅老师的training的过程 就是说他拿着这些图 然后经过training的过程之后 你可以发现说 他已经学到说 这种日本的漫画美少女的图 应该长得这个样 像这个就是成功的 但是就是失败的 歪掉了 等一下魏泽伦老师会讲更多 关于game的应用 那这边是一个蛮新的结果 就是这些图呢 最有趣的就是说他们都不是人 他们是随机产生的 你在网路上可以找一下begin 它是NVIDIA的一篇paper 他们是看了很多明星的照片之后 就是产生说明星应该长这个样子 那当然你可以去为它诗 让它写诗 但是乍看之下好像很厉害 事实上完全看不懂 因为诗 图比较可以按照distribution 直接来产生 诗没办法 因为诗有语意 语意这边还没有办法掌握那么好 那这个网页大家不知道 前阵子非常的有名 就是它一样是 它比刚刚的model更强的地方是 它有condition 也就是说你生成 用它来生成新的sample的时候 你可以加条件 例如说 你用这个网站可以知道说 这种generated model 厉害的地方 也就是说你给它看过20万张照片之后 它学会这些照片长什么样子 但是呢 从此之后你可以用它产生一千万张 一亿张 如果你有时间就慢慢按 按到你满意为止 因为它叫做女朋友产生器 所以例如说 你喜欢金色短髮蓝眼睛 它就会给你金色短髮蓝眼睛的女朋友 然后 你喜欢为止 因为它能够产生出来的 比你给它training的多太多太多太多了 然后下面是 就是大家在展示自己的女朋友们 好 这个怎么放出来勒 你看 因为它的sampling space实在太大了 怎么都是坏掉的 所以呢 有些人你会看到他们比较好心 他会放条码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sampling space太大 所以如果你不把这个条码记下来 你永远会找不回他 你必须要把这个noise factor记下来 好 其实我们应该可以颁一个比赛 一个展示女朋友的比赛 好 当然我们也期待说 这个 有人可以加油做一个男生的版本 好 那game的部分我就讲到这里了 就是说它有很多很多应用 等一下魏哲仁老师会讲 就是说你可以把夏天的照片转冬天 冬天的照片转夏天 斑马转马马转斑马 好 好 它这个是失败 这是一个 这一张不能让普丁看到 OK 好 这个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 就是说像这样的技术 很快就会用到 有人就会用到一些 很世界上最大的business 好 大的business 好 就是你给他一个你喜欢的APM 你给他一个女性 他就帮你接上去 好 这个非常的吓人 好 那当然了 其实machine learning 你不能够只知道supervised learning 好 你一定还要知道说 另外还有unsupervised learning 尤其是reinforced learning reinforced learning 就是刚刚讲alpago用的那个技术 给大家实际看一下reinforced learning 是怎么做的 reinforced learning 就是说你并不是给他一堆x跟y 你是让他透过操作一些 透过操作参数 然后自己学习 例如说你要让人站着 其实很困难 这里有二十个关节 每个关节的角度一定要刚刚好 他才能够站得好好的 而且往前跑 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跌倒很多次了 他已经跌倒三百次了 三百一十九次 他已经 又跌倒了 已经跌倒六百三十九次了 他是 你会发现他慢慢慢慢地掌握说 这些关节之间的协调性 才能够往旋跑 到两千个rock 他已经可以越跑越快了 好 有没有发现 这个就叫reinforced learning 他必须要失误 所以他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有模拟器 其实你四只脚的你要协调也不容易 所以他基本上 他的utility function 他的目标就是让他跑越快越好 然后 对 我们最后再看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这叫reinforced learning 但他并不是那么的适用于所有的环境 就是你必须要有个模拟器 但现实生活 例如说我对话机器人 我怎么做模拟器 我就是不知道人会怎么回嘛 对不对 他已经越跑越顺了 我不可能找一个人说 我讲一句话 这个是他要站起来 但你会发现说 刚开始这个model 不晓得应该怎么站起来 对不对 他每个地方会乱挥 终于 所以他就会记得说 这样子是好的 很漂亮 对不对 当然你在这边可以看到更多 例如说这个是电脉的 他们在做 在做各式各样的 一样就是 你怎么让 让电脑学会 控制这些 市值 你这个东西做得好 你以后就可以做这种 人型机器人 这一类的 很酷吧 对不对 所以 不要觉得只有supervised learning reinforced learning 这一块是更大 那alphago就是先做supervised learning 再做reinforced learning 然后alphago zero就是只做reinforced learning 因为根据黄世杰说 如果alphago先偷看了人类的棋谱 人类几百年来累积的知识结晶 alphago如果先看的话 它会变弱 对 因为alphago自己透过reinforced learning 领悟到的比人类的棋谱都还强 OK 那那个NVIDIA也是透过reinforced learning 在发展它的自驾车 基本上都一样 就是你要先有模拟器 先弄到一个程度 然后再把它放出来 开始再跑 那reinforced learning的特色就是什么 会失败 你必须要能够接受它的 你必须要能够接受它的代价 它是会错的 它并不是说 让人做过所有的case 让它选 好 这是reinforced learning 所以最后整理一下 big data machine learning跟AI 它们的关系是什么 好 这就是最常见的bossword 我们今天就是要破除bossword 所以这张slice就是 目前我们人类所觉得是AI的东西 都是machine learning做的 都是machine learning的结果 那machine learning by definition 它必须要从experience里面选 那experience存在哪里 存在data里面 data是存放experience的载具 所以呢 你要有AI 你必须要先有data data是原料 然后用machine learning 来处理这些原料 以后产生规则 这个规则 让我们的电脑有AI 它是结果 所以基本上big data machine learning的AI 它们基本上是同一件事 OK 希望这张图可以让大家更了解 那这个 我还有一半的投影片 还要剩下五分钟 这是过去几年呢 推广资料科学 我们也就是在这个场地做的事情 2016年有四天1700人 50个speaker 2017年呢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办了四天的人工智慧年会 跟资料科学年会 那有2200人 然后130场的talk 那也是这个 如果大家上次有来的话 大家会发现说 我们在众议院架了一大堆帐篷 为了要让大家吃点心 然后把我们在这个两个 人文馆跟那个 这个 活动中心之间架的帐篷 就是希望这个 如果下雨天的话可以走 结果果然下雨了 所以没有白搭 今年一样会举办 人工智慧年会 跟资料科学年会 也请大家多多关注 那这个AI in Medicine 我本来想讲一下 不过结论就是 目前只要是有讯号的 你要让deep learning model做诊断 都是大部分情况下 都是不比医生差 有的情况下是狂点医生 例如说眼底视网膜的摄影 你就会发现说 眼算法是0.95 医生是0.91 它是准确率 当然它输了一些很直升的医生 那胸部X光判断 侦测会非结合 用1000张的照片就可以有了 正确率0.99 然后这个乳癌的tumor 的localization 这是乳房X光摄影 你会发现说医生0.73 model 0.89 那心电图 你要做这个 这个是正常的人的心电图 这是杂讯 其他这是心率 不同程度的心率不整 你让model来做诊断 那个model 0.82 医生0.75 基本上都是赢过医生的 所以 不过医生 有个医生开玩笑跟我说 没关系他不怕医生失业 因为你如果总是会有误诊 误诊一定要有一个人被告 所以医生这个字也不会消失 这是开玩笑的啦 基本上都是 这些model都是拿来辅助医生 不是取代医生 那 最后 我没有时间了 我就简单讲一下说 过去 2017年我花很多时间在帮助 台湾的制造业 因为我们 这个我跟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 叫孔翔虫教授 他是中文学院的院士 我们希望用AI来提升台湾产业竞争力 因此我们就去年 我们就拜访台塑长春奇美 音业达 联发科 台积电 还有红圆纺织等等 我们希望用 这个 我们希望用AI来解决 来帮助产业AI化 那 当然很多很多的问题啦 包括人才的缺乏等等 好 sorry 我必须要跳过 不过我投影片会share给大家 好 嗯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经过去年一整年的这个 尝试之后我们发现最主要的问题在人才 好 因此呢 台湾资料科学协会跟科技生态发展公益基金会呢 就一起办了一个台湾人工智慧学校 那这个学校呢 基本上就是要帮台湾培养很多人来做产业AI化 AI的发展有三个 第一个是AI技术的深化 就是发展新的AI技术 第二个是用AI来做创业叫AI产业化 例如说无人车就是一个AI产业 第三个叫产业AI化 就是原本的农业制造业金融业 服务业零售业 它怎么用AI去帮助它做技术升级 好 那我们为了做这个台湾人工智慧学校 除了邀请很多讲师之外呢 我们也弄了很大的空间 例如说我们总共在众议院租了750平的空间 让这些人呢做练习 每天都在写Tensor Protocol 好 来做 然后我们给他很多的GPU 例如说GPU我们就买了超过2000万的GPU 好让他们来 因为每个人都要有至少一张GPU卡 然后我们找了很多企业伙伴 一些学术伙伴 给他们题目 真正的题目跟资料 我们不希望说你只是做网路上的那些 大家都在做的MNIST的一些data set 我们希望是一些 台湾产业真正的题目跟资料 好 然后200人一班 第一期呢我们是 第一期招生是到1月 所以1月27有个开学典礼 我们有技术班跟经理人班 技术班是12个礼拜周一到周五 技术班12个礼拜每周六 那技术班呢我们 报名430个 我们考5科 微积分先进代数 纪律统计跟城市设计 好 然后录取210人 好 然后大部分从电子业 资讯业 制造业 金融业 过来 大概有三成是飞带 七成是在职 好 然后基本上呢 除了上课之外 都是在实作跟实战 好 都在写程式 好 那经理人班报名470 錄取320 这样子 是用上课的形式 好 其实现在在活动中心那边 正在上经理人班的课程 好 我们用这个形式 我们希望说 现在是台北市 这边有个学校嘛 我们希望我们现在正在规划 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的分校 希望说 如果我们有五个分校 每年三期 每一期五百个学员的话 每一年就可以帮台湾培养 七千五百个 AI工程师跟经理人 好 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好 那当然也 然后我今天的投影片呢 其实大家可以在网路上下载 好 好 抱歉我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讲完 好 然后我这里有贴纸 好 如果喜欢这个贴纸的话 好 有煞气的深度学习 煞气的人工智慧 好 然后 这个 我资料再大我不怕 好 这个等一下可以会后来找我 然后最后工商时间 好 台湾人工智慧学校呢 现在因为要扩充分校 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助教 好 以及工程师 AI工程师 好 所以如果兴趣的话可以跟我联络 第二个工商时间是玉山金控正在成立科技长办公室 好 他是台湾第一个 好 大家知道全台湾的金融业目前只有玉山金控是由科技长 好 那我们也征求这个研发工程师跟UIUX的工程师 好 如果有信息的话也可以直接跟我联络 好 最后 是这样子 我们就希望这个今天短短的分享可以让大家对这种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有多重要 我们就是还有然后AI跟Big Data Machine Learning这些之间的关系 以及希望大家真的不要错过这一波 好 不论你现在是Compute Science或不是Compute Science 都一样 因为我们科技发展上 从有电脑以后科技发展上少有一个阶段是 我们今天在讲AI 可是我们看不到下一个 好 几年前 例如说你有Internet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未来好像有Mobile 好像有E-Commerce 好像有什么东西 对不对 可是你今天除了AI之外 几乎没有下一个 我们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 因为目前就是真的AI会大幅改变我们的生活 很多人都在说 十年内 也许我们出门呢 如果你开车的话 你就不是开车 你是躺车 你一进车子就躺着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想办法要消耗那个时间 要看电影 要上网 要上PTT 又干嘛的 好 因为像ODI已经出Label 4的无人驾驶了 Label 4代表什么意思 Label 4代表出事他会负责 像Tesla是Label 3 就是他会要你接手 对不对 他有时候会要你接手 Label 4以上是 你就是躺着 你就是看你要干嘛都可以 好 AI真的会大幅改变我们的生活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一波 好 那最后 好 我希望这个 预祝今天Sidcom的活动顺利 谢谢各位 我们那个 大家有那个 我好像忘了提醒大家 那个 用Sidle对不对 所以Sidle空的 现场的大家有问题吗 如果这边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再次用热烈的掌声 感谢生文博士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讲题 好 谢谢大家 好 如果有问题可以招 CORSIDLE